一只女人的手如何让她裁员广进 花甲之年 她为何会多出来一个孪生兄弟 古西之年 她如何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大家好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 老人造人 穿暖的梦 凡凡是为你 和我 生财有道 志富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张露心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千年古读西安 在这里呢 同样我也是练就了一首绝活 这是刚刚烧开的开水 这个是我的手 你要问我此时的感受 真的一点都不懂 其实啊 这个并不是我独创的绝活 而是在十年前的有一天 西安的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 便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把一壶滚烫的开水 浇在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手上 又是拿开水壶啊 烧啊 就是上的那个烧都滚开的水啊 女孩子的手嘛 又小巧 又热乎乎的 非常好看 我突然拿一瓶开水浇过去 人家都吓一跳 这东西怎么能烫呢 其实吧 刚才在片子里边 我用开水浇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手 那都人替老爷子 他用开水浇的也不是真人的人手 而是他 一个硅胶做的仿真人的人手 看这手做的 这肌肤的纹理 这青筋 这虚果 简直看起来跟真人的人手是 没什么两样的 那这邹人替老人家 为什么要用开水来浇这只手呢 其实啊 这一切还得从老爷子六十岁退休之后的一段经历来说起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的一个片段 画面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并不是真的火车 而是火车的模型 它出自于邹人替之手 邹人替当时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特技制作师 电影特技的虚拟世界让邹人替乐此不疲 1997年 邹人替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特技制作师稿位上退休 他拿出毕生的积蓄成立了一家雕塑工作室 研制仿真人像 这是一种和真人等身的仿真硅胶人像 这是我们正在创作的一个戴戈勒将军的像 你看哈 你看那个戴戴戈勒将军的这个眼神 他说看这个二战胜利之后的 他这种眼神坚毅的那种神态要做出来 邹人替制作的硅胶仿真人雕塑 在美国被称为超级写实主义雕塑 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这种雕塑直上毛发 装上一眼 穿上服装后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你看到我们硅胶都得像的话 你就分辨不出来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 在创作车间里啊 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非常有意思 但是唯独这个房间我觉得是最恐怖的 一进来很吓人 满意的人头 你看上面这些人头啊 都是有一个特点是 没有头发的 粗头 但是呢 这边就有非常巧巧的工人 正在给他们执头发 老爷子 我刚才知道 他这头发是怎样给他执进去的呢 你看吧 你看他这个针子 他把那个头发一擦进去 以后就硅胶就把那个头发就夹住了 工人们给硅胶仿真人值的头发 都是真人的头发 男性一般要植入万根 女性要植入八万根 个别的历史人物要植入十万根 光植入这些头发 一个工人就要花费一周的时间 正是对仿真人细节的把握 让邹人替的硅胶仿真人 做得十分逼真 邹人替制作的仿真人 有的是根据历史人物的画像 照片制作出来的 也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 通过工作人员两体裁衣 私人定制出来的 在仿真人的展厅内 各个不同时代的人物相聚一堂 给人一种穿越不同历史空间 观光大战秦琼之感 嘿 我在这儿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左人替老爷子做的这种 硅胶仿真人像 真的是唯妙唯肖 可以以假乱真 这些硅胶仿真人 大多是以历史人物为主 小往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在十多年前 左人替老爷子刚刚开始 做这种硅胶仿像 想要推销的时候 东西虽好 可是人家博物馆 是根本不认 那个时候的老爷子 可以说是 屡吃闭门羹了 博物馆之所以拒绝做人替 是因为他们之前 已经习惯了价格上相对便宜的蜡像 对于硅胶人像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你叫什么叫硅像 你还不如 不管它用什么材料做 你还要叫它蜡像 这是最好 但是我有个脾气 我说明明我不是拉做的 为什么叫拉像呢 我是硅胶做的 我就叫它硅像 博物馆的负责人心想 你愿意叫硅像就叫硅像吧 可是你的硅像价格 要比辣像高出好几倍 我凭什么要买你的硅像呢 硅像有什么好处呢 他不看到 他就不能认可 博物馆说什么 也不接受这种硅胶仿真人 邹仁替万分苦恼 如何才能说服博物馆 接受自己的产品呢 药都快闪了 我也没把它挪动 真的好重 这样一尊仿真人像 我估计怎么着 也得一百多斤重吧 当年邹仁替老爷子 他想要去博物馆 推销这些硅胶仿真人 可是仅仅是带着照片和资料 那是远远都不够的 于是他决定 带着这样一个 仿真人前去 可是这仿真人像啊 的确是太重了 携带起来非常不方便 就在这个时候 公司的一个同事 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带着一颗仿真人的人头 前去推销 他就是表现人的皮肤的质感 跟人的非常接近 你头做得下来 就有说服力了嘛 说干就干 周人替和同事们 将仿真人头 装进拉杆箱 带着表情丰富 制作精良的人头 前去推销 这回见到实物 博物馆总该认识到 仿真人的优点了吧 可是带着个仿真人头 麻烦也接踵而来 进门案件的时候 那是案件员 虎车站的案件员 一连言说 叫我们的人打开箱子 把这个头包出来 人家开始看的话 就吓一跳 那个案件员 吓一跳 他就然后掐一下 弄弄 看看半天 他就欣赏了半天 第二案件口 第三案件口 让他们传了一遍 看了一遍以后 才放我走 带着仿真人人头出去 总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老人决定 先做一只仿真人的人手 带着这只手 走人替走上了 去各家博物馆的 回宵之路 我们特意挑选了 一个女孩子的手 包括手指上 这一点的寒毛 这一点的寒毛都有 然后手背上的血管 手心的纹 全都有 博物馆工作人员 看到这只逼真的手 大吃一惊 因为它和真人的手 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走人替乘胜追击 他用滚烫的开水 浇到这只手上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产品 相比于蜡像的优点 开水胶主要是讲 我这个手上做的 一个是硅胶不怕烫 第二个 我硅胶做的颜色 不会掉 叫他很热气腾腾 然后我们就是拿个毛巾 或者那手绢 这一擦 你叫他再看 你看这个颜色掉了没有 没掉 真心 拿开水胶这只用硅胶做成的甲手 它居然毫发无伤 这可让各大博物馆是大开眼界 但是更加让他们感到诧异的 还要数着周人替做的 仿真人的逼真程度 那你做一个人是很不容易 是不是啊 对 周人替的雕塑研究院 经常会吸引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 前来参观 每一次周人替都会耐心地接待 给孩子们讲解雕塑方面的知识 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 你平常不戴眼镜 跟他戴个眼镜 他就不像 五六岁的孩子 刚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天真的他们以为 这里展示的都是真人 当孩子们走进仿真人的展厅时 经常会有一些 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 看到这个闭着眼 如睡中的仿真人 孩子们还以为真人在睡觉 居然让他赶紧起床 一会就想来了 现在都笑了 一会就起来了 而这几个小朋友 大概是在电视里 公平剧看多了 看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仿真人像 居然不由自主地行起了礼 而水稻专家袁隆平的雕塑 更是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注意 有吗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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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这些活动可爱的孩子 赋予了硅胶仿真人款 真正的生命和生机 由此也可见 这些仿真人真的做得是栩栩如生 当年的各大博物馆也正式看中了 邹人体硅胶仿真人的这一特点 于是开始纷纷下订单 这邹人体开始忙了起来 是加班加点 没有白天黑夜的开始制作 硅胶仿真人 硅胶仿真人十分逼真 也给各家博物馆添了很多彩 在陕西省自然博物馆的生命起源展厅内 摆放着两尊仿真人像 他对传统的生命起源的展示内容 进行了一次颠覆 而陕西自然博物馆采用硅胶仿真人 来展示人体特征之后 效果却出奇的好 孩子们愿意把它作为 科普教育的一个场所 而且在这种过程当中 他们学到了好多好多知识 各家博物馆正是像陕西自然博物馆这样 探中了邹人体仿真人的逼真程度 纷纷向邹人体的公司发来订单 在我身后就是周人体老人制作的硅胶仿真人销售区域分部图 在这部图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2003年2004年的时候销量非常不错 大多是销往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销量最减 也就是在这一年 周人体老爷子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很多博物馆已经同意和他签订合同来购买硅胶仿真人 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老爷子的心里是非常的奇怪 订单究竟去哪了呢 一只女人的手如何让他裁员广进 花甲之年他为何会多出来一个卵生兄弟 骨西之年他如何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大家好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老人造人 在周人体的再三追问之下 博物馆终于跟他说了实话 他已经把电单给别人做了 为什么给别人做 人家的报价比我们低 原来就在周人体的硅胶仿真人 进军全国各家博物馆的时候 其他的厂家也意识到硅胶仿真人的巨大市场价值 大家纷纷模仿 而且以低价格向博物馆提供硅胶仿真人 员工带走了自己的专利技术 再用低价和自己竞争 这让周人体万分苦恼 一天这位年近古西之年的老人突发奇想 他要做机器人 而且要做仿真的机器人 他迅速招来一些机械设计和软件设计的人才 加班加点感制机器人 一年之后 周人体花费几十万 终于做出来一个仿真的机器人 这个仿真人能动能说话 这个机器人就是周人体他自己 周人体的女儿周子杰 常年在美国留学 一天女儿探亲回家 来到父亲的雕塑研究院 正当他穿梭于各种雕塑之间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突然发现一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都有点目瞪口呆 我仔细一看 不是的 刚开始确实以为是父亲 我真是没有想到 能跟我父亲如此的像 而且甚至能够眨眼睛 能够摇头 还可以说话 以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 叫周人体 做我的自己的像 就是为了营销 就是来对比 2006年9月 经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后 周人体的仿真机器人 周人体2号 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2006年世界最佳发明奖 我们也是唯一从中国入围的最佳发明奖 而且很多像机器 尤其是机器人类的最佳发明奖 都是日本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为国家争光 结果看到我这个机器人以后 大为吃惊 没想到中国人会做这么一个机器人 2007年6月 周人体和他的仿真机器人 周人体2号 被邀请参加美国电子科技成果展 周人体仿真机器人的展台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两个周人体不时面对面说话 好奇的观众难以分辨真假 故事发出振振惊叹之声 有的是惊讶 眼睛真的跟牛眼一样的 童林一样的 有的嘴巴张开大了 张这么大喝不起来了 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们的订单的话 就是明显的增加了 员工的机器也高涨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可是为您请到了一位 重量级的嘉宾主持人 一同主持 身材有道 这个人就是李勇 勇哥 来勇哥 跟我们的电视观众 打个招呼吧 一如既往的很淡定 来 经典的坏笑 这笑跟酷差不多 抛个美眼 别光摆pose 咱们还是说两句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李勇 再来一个非常经典的 非常6加1 其实你看他这么听话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李勇 不是李勇本人 而是搜人替老爷子 他制作研发的一个 仿真机器人李勇二号 这尊李勇二号 全身共19个自由度 面部8个 表情组合多达200多种 从2010年9月 至2011年1月 历时4个月 研发经费及造价 花费了大概100万元 才制成这个真假难辨的李勇 这李勇二号是迄今为止 做人体老爷子打造的工序 作为复杂的一个仿真机器人 李勇二号不仅从外表上看来 和真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最重要的是 人家肚子里的零部件 也不比真人的人体器官少到哪去 这李勇二号一共是历时了4个多月 花费了100多万元 可以说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事 可是这周老爷子却说 他做这李勇二号 不是为了卖钱 那您说 这周老爷子 他到底图个什么呢 2010年9月的一天 周仁替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春晚剧组打来的 要做一个机器人 没说做谁 要做上春晚 做一个机器人 接完电话 周仁替赶紧赶赴北京 和在春晚剧组的交流中 他得知 要根据春晚主持人的原型 做一个仿真的机器人 开始提出了 就是朱军和李勇两个人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老毕 提到三个人的形象 反复地讨论以后 我们后来最后表示 我们自己商量了一下 最后表示 说李勇比较更好一些 时间紧迫 周仁替赶紧和员工们 投入到机器人李勇的创作之中 周仁替深知 机器人李勇二号 是营销自己企业的一次绝好机会 它的意义远远大于周仁替二号 因为春晚的平台 可以让自己的机器人家喻户晓 当时一想 不管多大代价都做 研制和创作机器人李勇二号的成本和费用 都有做人替企业自掏腰包 历时四个月 人工材料成本花费了上百万 机器人李勇二号终于做了出来 迅速被送到了春晚剧组 李勇二号终于做了 天哪 他能说话吗 能啊 他还眨眼睛呢 眼睛都没有人称呢 李 周仁替也看到 第一次看到 那时候李勇还没有完全化妆好 都说哎呀太像了 哎呦真像了 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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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七十 真的太七十 是吗 简直太像了 真是太像了 揪着耳朵 揪着耳朵 这个这样 完成以后把它弄你家去 天哪吓死了 他认为这位是李勇的 你给鼓鼓掌 半个月后的2011年 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上 李勇二号终于登上了舞台 你能看看我吗 哎呀 真的是唯妙唯笑啊 当时我这场 赵本山 董钦 还有谁啊 些人都在场 他们都鼓掌 居然敢跟我媳妇亲亲密密的 还手拉着手 李勇二号登台元宵晚会 这让邹人替的仿真人营销 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 不仅订单大量增多 连电影百万巨鳄的剧组 也找到邹人替 让他们制造仿真的鳄鱼 邹人替的仿真人 一不小心又进入了影视界 就连世界著名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都找到了邹人替 表达出合作意向 也许在不久之后 邹人替的仿真机器人 就会出现在3D电影的屏幕上 那您看2013年这一年的话 您一共销售了多少尊 硅胶房的人价 大概将近400尊 400尊 平均这一天得一尊多一点 是 那销量不错 那这个总收入怎么样呢 总收入的话 我们总产值的话 大概是两三千万吧 两三千万 那这个销售的价格区间呢 少得不到十万 多得的话将近百万 精湛的手艺和个性化的营销方式 我想这些就是一个60岁退休之后 才创业的老人 他的生才知道吧 虽然啊 邹人替老爷子今年已经76岁了 但是他总是笑称自己是一个70后 70少年 他也总说啊 自己将来的创业之路 还有很长很长 我们也真心希望啊 邹人替老爷子 可以在日后带给大家 更多的惊喜和感动